太好吃了 我明天还要吃这个 这个很开胃 蒙姐你快点吃 你快点干活 我先休息一下 我睡个午觉先 你在跟我说 叫你干活 我们这儿还有第二个蒙姐吗 蔡蒙 蔡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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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你就不要蹲蹲了 以后我叫蹲蹲 抓紧时间吧 看来你还需要一些时间 那我自己先走了 我也困了不 我也想睡 我就想睡 不行 你快点干活 一个组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偷懒 你可以理一下案情 报告我来写 好 教室是第一案发型的 刺伤的第一案发型 我还是觉得阿智 你是觉得是阿智烧的 所以我觉得是小凯捅了小油这一幕 不是被王翔看到了 而是被阿智看到了 因为阿智就在现场 阿智顺手拿起现场的塑料袋 说是要救他把他带到岸边 或者是不管什么原因把他带到岸边 小油走到湖边的时候还是活着的 然后杀人这个行为是在湖边完成的 你不觉得是王翔 不知道 你觉得是两个你觉得是阿智 小油很漂亮 但是她却得不到 嗯 报告 作案的理由 是 是吗 喜欢却得不到 对吧 那最喜欢而得不到的人是谁呢 王翔 但她是一个很怂的变态 她那么喜欢 为什么要把她杀了呢 你都已经捋出来了 嗯 你为什么觉得是自杀 当时的那个大环境是大家都骂她是渣女 然后那天早上她的学生不肯给她论文 她自己的文章又不肯给她发表 又不肯给她 然后那天早上他们去聊 聊了这个事情为什么蛋糕倒了 不慌而散呗 所以她才会下午才会给她发消息说 那我们还是朋友吗 孙明当时珍珍也在场上三个人一起聊的 这个王翔就是个跟敦皇 她连她下午去图书馆都知道 然后还说 我这三年来陪她每天上下学 她为什么说这句话 每天都跟踪她呗 大家会知道她下午去了图书馆 她晚上也跟踪她去看了她 然后就发现 小凯就刺了 小凯刺了之后 我觉得她没有过去 教室附近或者在教室里面 不教室附近 教室门口 小悠她跑进来了 反正她就想藏起来 小凯就没有找到她 她这个时候就跑到那个湖边江边 她坐在长椅上 她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想要 有一些轻盛的念头了嘛 她本来就很烦 本来就天天挨骂 然后又有一些很奇怪的人 纠缠着她 你想今天又是她的生日 她的生日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拿自己的生日袋子 蒙自己的头也很合理吧 波 我改好了 你过来看 你先看一眼 我的逻辑行不行 要不要把界限制器的那个 什么东西切下去 或者这个放到后面来 然后 意思放前面 这样子吧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要不要写暗死 我老觉得她治不对劲 她治不对劲 我觉得不足以构成她的烧人东西 我觉得自杀这件可以上自己自杀的 死因呢 你觉得死因 分死了 就这样子吧